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电影里讲的类似宗教的东西 至高无上 但是它里面印含着又是人的灾难却是科学一手造成的 整个全球的冰冻是因为人改变气候过程中造成的直接的结果 那另外一面就是管制的社会 统治的社会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 里面一切把人分成了非常切割式的 完全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当人出现不同等级的时候 人就会出现反抗 最低等的人就会出现反抗 这是这个片子通篇所展示的内容 但是人们出现反抗的过程中 却恰恰恰是这个管制社会本身的管制手段 反抗就要死人 就要杀人 给死人和杀人造成理由 来用死人杀人的方式 维持着有限空间当中 人的数量非常邪恶 科学同时又衍生出杀人 它的残酷性 它的残暴性 所以代表着智慧的科学的结晶的涌动的火车 被南宫寻找门 他是找门的 他找门的意思是要找出人的出路 这个片子相当有内涵 我会这期节目做两集到三集的涛格侃电影 跟大家细细的分析 《雪国列车》当中告诉人们的概念 我觉得极具时代性 2014年播放 现在春天播放 很具有时代性 那在中国它被评为7.5 也就是大家认为这个片子 是相当不错的 那如果这样的评级 这样的感受 包括很多朋友认为觉得中间有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看不懂 那希望透过我跟大家分享呢 特别是结合我们生活在那样的管制的社会环境当中呢 能够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浅薄的认识 提到管制的社会 提到人被分成一段一段的车厢 过着不同的生活的环境的时候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刚刚被拿下的古军山 就代表着这列车当中的一个车厢的生活的真实的水平 法广一篇报道这么说的 军方学者龚方斌再次披露古军山案的细节 他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上披露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破例的 因为按正常讲 古军山是中将级军官 他涉及到内容是被军事法庭来处理的 他不应该这么公开讨论的 但是这个人敢这么公开讨论 一定有背后的故事 文章提到说 龚方斌是在4月2号 在新浪博客当中写的一篇文章 叫古军山贪腐案证明了什么 涉及到很多细节 他说但是这篇博文已经现在被隐藏起来了 而曾经被新浪微博 官方推荐的首页的连接可以打开 而财新网的跟进报道 却被网络审查者给删除了 所以国内在这方面 在宣传的这方面是比较混乱的 文章有一段是牵扯到古军山的细节 非常有趣 他说古军山把一些大师和仙姑 奉为上宾 这里说的大师和仙姑 是我们平常人说的 包括气功师 包括一些特异功能者 其实就包括 就是一些很多人的眼睛里被称为迷信的东西 被这个古军山奉为上宾 那经常请到家里算卦看命 为了祈求神灵的保佑 那在老家大兴土木 在所谓的风水最旺的地段 为其父亲建造豪华墓园 被免之后 仍然对年官一过 立马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深信不疑 被双归时 还在裤兜里藏了一块小桃墓 妄图以桃带桃 桃毁法律的惩处 那这段说法就比较那种轻蔑的说法了 就比较骂他了 骂他的基点就是 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你怎么会信这个呢 这含义在这 有党在 你怎么能信这个牛鬼蛇神呢 他这段话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早就跟大家讲过 江泽民上台之后 修了几样东西 其中一样东西是把天安门棋杆往上拔了 把天安门广场的那个棋杆的底座往上拔了 另外一个 就在八一湖那口那儿修着一个世纪坛 现在肯定还有 那个世纪坛的尖 正对着管门那个西客栈的尖 北京城是西北高东南低 所以当初在南部建了北京西客栈之后 而他的建筑物是尖状的往上顶 破了北京的地势 江泽民上台之后 那用了世纪坛的名字 世纪坛的名声很大 用那个尖去压住当时的这个西客栈的尖 你记住2008年奥运会申请成功之后 江泽民带着人是跑到世纪坛庆祝的 那古俊山弄这个 有什么可不成的呢 我说这意思了 有什么可不成呢 对吧 咱说的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了 赵紫阳八九六四那出了事了 而赵紫阳在出事之前 88年 他在老家的祖坟 父母的坟 被人家给扬了 周永康这次出事了 而2009年 周永康的家里的坟 被人掏了个洞 后来安生了监视器 我问你信什么 你信共产党 你记住 共产党没有不信这个的 发越大的财 官当的越大 他一定信这个 但是他们麻烦就麻烦在于 他背地里信 然后在官场上去骂神 辱骂神佛 他必遭报应 他的报应来自于他们自己 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相互的打杀 反腐败 官场内斗 难道不是一种报应的表现吗 在人的层面 那叫官场打斗 在立体的层面 那叫遭报应 如果说算卦的跟他说装块核桃木 我跟你说 算卦的道性太低 就可能是这样 所以要看哪个层面讲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共产党最大的邪恶 把他们自己这些握有权力的人 本身都给害了 本身的人都给毁了 因为当你在官场上 当你在公开的场合下 明确讲无神论 共产党是至高无上的 在背地里 又去祈求神明去保佑你 那你是对神明的最大的污辱 你的一切都要神明为你的礼服 这是最邪恶的一种表现 你要不遭报应 那才邪了门了呢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y an explosion of color and sound the divine culture returns experience shengyun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in shenyun.com 那与此同时呢 而中共军方最高首领 向习近平效忠的说法呢 依然被人们称道着 被人们称道着就是 背后有着故事 同样来自于法广的 另外一篇报道 这么说的 将军们的效忠 军方将领 集体拥护习近平的背后 他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 在18个将领当中 效忠的将领当中 领衔的是军委委员 空军司令马晓天上将 马晓天写了一篇文章 叫努力提高空军部队 能打仗 打胜仗的能力 我这里提醒大家 在一个星期之前 提到了徐才厚 本身被在这个301医院 被看管起来 其中有一条 是从空军 调了50名军人 撤掉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的警卫 围住了徐才厚 这两件对待一起 马晓天绝对效忠习近平 那马晓天说的什么话呢 确保习主席和中央军委 一声令下 能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成都军区司令员 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表示 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习主席一声令下 随时都能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这两个人就够了 成都军区 是指周永康盘踞的地方 马晓天 是习近平的铁杆 说的是什么呢 一声令下完成使命 一声令下进入中南海 抓了你曾庆红 江泽民同样是使命 听懂了吗 BBC今天报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不太长 但很特别 报道这么说的 拜登会晤了陈芳安生和李祝明 讲美国力挺香港民主 陈芳安生 大家知道被称为香港的良心 而李祝明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办人 人权大律师 他们两个人到美国去 有关香港普选问题 进行政治游说 文章里报道说 非常出人意表的是 拜登突然出现 拜登并没有与他们会面的任何的安排 而拜登却在突然的背景之下出现在他们面前 与两个人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其中提到美国会对香港的民主力挺的 而美国副总统的出现代表了美国总统的意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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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